近期楼市大额成交有增加趋势,荃湾黄碧江六一中四房大户以4350万元成交,虽然原业主账面获利,遗料属名赞实识个案,全属複式单位设计的黄碧,望全南巴勒海景及丁九桥海景,属区内豪宅之一,利家国地产石家诚表示,黄碧中层施失複式户, 实用面积2561方尺,建筑面积约3424方尺,属四房四套年工人套间隔,连双车位,原业主放盘两个月后,新近以4350万元沽出,实用尺价约16986元 据悉,原业主于2015年8月以约4200万元扣入单位 持货至今月5年,现转手账面获利约150万元,升值约4% 不过,单位扣入离印费178.5万元,连同佣金,扣入成本至少222万元,扣除账面利润,料涉72万元,石家诚指,买家为换楼客,中情项目全複式大户设计,私隐道高兼享全开洋海景,另外,屋苑同类型单位放盘若有三间,最便宜叫价4600万元, 南区供应向来贵乏,港岛黄竹坑站上盖新盘张城市场焦点,而香港仔深湾9号,积陆一中年车位近7600万元承交,尺价余4万元,前望游艇会的香港仔深湾9号,新近66座中层A室,实用面积1807方尺,连车位以以7580万元承交, 实用尺价41948元,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,单位登记买家杨兆彭,Yang S-H-A-O-P-E-N-G,明智与从事物流业务的海峰国际控股主席兼执行董事兆彭相同,或为相关人士。 感谢观看